哦 我们需要归还五本书哦 哦 我刚踩到这个气球了 要找到五本书 然后我以为这些墙壁上会有一些按钮是开这个电梯门的 然后我就每个都尝试按一下 就像这个样子 直到我按到了一个类似于烘干机的东西 然后把怪彻底引了过来 我就 好的 那么现在这个视角是罗伯特的视角 然后他应该是进到这个学校里面去找那位失踪的女子吧 可能然后那位女子跟我们主角罗伯特是死了 现在这款游戏呢目前正在这个EA开发测试的版本 然后我现在玩的是新手的教程没有错 这个游戏在外网现在也还是蛮火的吧 我看到非常非常多的播主已经在玩了 好 我们解锁一下后备箱 摁住 然后把它拉开 一些文件之类的东西 还有一张报纸 这是一个周刊报啊 就是关于这些失踪孩子的神秘感越来越严重了 然后这个学校的话 他是在夏天之前就已经停掉了 然后学生的话是在上课的时候失踪的 这边有写到 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按住 看着可以蹲下 然后我们就可以爬过去 好了 简单操作都知道了 这些门都是锁住的 我们要把这个砖拿起来 拿住 然后右键可以丢出去 哇 现在可以进入学校了 哎呦 这手电筒怎么跟开的跟没开一样啊 好恐怖 我们现在要找到break room 就是断电室 是这个吗 感觉是这里 因为这边有标志嘛 哇 怎么感觉 哎呦 哇 这么久过去 我才注意到电池快没了 哇 完蛋 我好像只带了两天 等一下 哦 这边有那个电路器 可以先把灯关掉了吧 怎么了 教程完成了 现在的话我们是进入到了level 1 是不是 现在正式开始游戏了 OK 这个有个台灯啊 这个不知道是干嘛的 好吧 那先出去好了 现在应该很亮了 不用怕 但是右上角可以看到有个麦克风的标志 是什么意思 这个游戏难道还有这种听声变味的 能力吗 诶 wait where am I 蛤 the classroom 这应该是我们的第一阶 这个游戏有点类似于后世啊 感觉 因为这个游戏它有一直在更新 所以就想着来说试试看 No escape 意思是我们潮不出去吗 这些东西都拿不了 看看这里有什么 哦 电池 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互动的吗 现在好像没有任务了 呦 这上面的话好恐怖啊 大家看一下 这每个小孩子都像恶魔一样 raiding takes you 跑 躲藏 逃离 哇 好恐怖 你这学校怎么是这样子的 怎么这个壁画也太吓人了吧 呦 这地方是干嘛的啊 监狱啊 怎么就放了一张桌子 这边感觉需要用螺丝刀 有点像是密室逃脱的感觉 没有什么退位的东西 我们进这个屋子 哦 要找到钥匙现在 找到了 这边应该是保安的它的衣橱 我们现在要有任务了 要找到钥匙 诶 这边的房间怎么这么多呀 这边是什么地方 我来过这边吗 怎么感觉像是地铁站一样的 这里 找到一个什么 哦 找到一个日记 1978年11月3日 他们今天很早就把我们叫醒了 铃声跟往常不太一样 而且这一次并不是平时照看我们的老师把我们叫醒的 我们从床上起来之后 发现了一些男尔枪的士兵安静的站在门口 这太可怕了 这一整天感觉就像经历一场梦一般 我们赶忙的穿上衣服 然后那些士兵帮我们带到了体育馆 我当即就知道那边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 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总之 卧槽 这什么 诶 为什么这个学校里会有这样一个东西 嗨 你好 嗨 嗨 钥匙 他人呢 那娃娃呢 那是娃娃吗 诶 我忘记录了 哇 怎么是个门 诶 坏了 这门都被堵上了 完蛋 不会是这边吧 诶 呃 他跟我玩123木头人 诶 真是123木头人诶 哦 完了完了 他应该不会追我 我靠近他他应该也不会追我了 门在这边 先把他勾引过来 来来来来来 你来你来你来 他怎么不来啊 你快来 来我这边 小孩 好嘞 勾引过来 他走得好慢 一点都不可怕 我先走了 拜拜 小孩子 在这边慢慢玩哦 哥哥先走了 拜拜 别过来 红色钥匙 我先走了 别过来 拿到了 走了 走了 去电梯 去电梯 电梯在哪里 刚才好像去到过 这边嘛 哇 我的電池沒電了 怪不得會閃 先走先走 嗚 走囉 他帶我到了下一關嗎 雪上那關我已經破了是不是 果然破了 雪上那關 但為什麼這個聲音聽得那麼嚇人 我們要不一集視頻就來玩個兩關好的 好不好 有點像派對客喔 居然有這種小紅色 欸他怎麼跟著我 哇 這可以跟著我 完蛋 這是什麼 看一下這本 這是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 這是一本書 我們需要歸還五本書喔 我剛剛踩到這個氣球了 要找到五本書 我還真的說 我還真的說 拜託 拜託 我們不能踩這些碎片 你看 他這邊地上有碎片 他可能是個瞎子 聽力特別好 像這種踩這種氣球會有聲音 踩這種什麼碎片都會有聲音 跑起來也會有聲音 只需要不跑 我們應該就可以躲過他了吧 我猜是這樣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他在那邊嗎 他追我嗎 哇 欸 幹嘛欸 我懂啦 朋友們 我不能說話 他右上角有那個麥克風 我操 我跟他喊了他一聲 我說 欸 他走了 他就過來追我啦 我就先不說話了 大家好 這裡是話外音的Tom 那麼這個地方我實在是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麥克風的靈敏度實在是太高了 我一說話這個怪直接朝我撲過來了 呃 你看 真的很嚇人 兄弟們 我真是一句話都不敢說 你看右上角那個麥克風都是 哈哈 一點聲音都沒有的 這邊我放了一個鬧鐘啊 這個鬧鐘的話 他會有一個定時器 時間一到的話他會叮叮響 那麼怪物聽到這個聲音他就會過來了 這也是吸引怪物的一個辦法 就像這個樣子 這個怪就會聽著這個 鬧鈴的聲音過來 他頭上長了一個這麼大的耳朵 怪物的聽的聲音如此靈敏 哎喲 他怎麼還站在這裡啊 呦 那個氣球 然後我們主角一跑起來的話 這個怪也甚至聽見了 很煩 所以這個地方一定要安靜 以後慢慢來 這樣子就會很簡單 啊 總算過來了 我真是一聲不敢出啊 只能用畫外音配了朋友們 那個怪 頭是耳朵還行 他不要追過來了吧 我覺得應該不至於 我覺得應該不至於他追過來 雖然我不知道我現在要去哪裡 這是什麼地方啊 欸 電梯 oh yes 掰掰 哇 好刺激喔 我的媽呀 哇 這地方怎麼這麼多水 啊 The bathroom 不 這關我們需要幹嘛 不知道 先來看看齁 不知道這個遊戲他有幾關呢 哇 哇 哇 好繞喔 蛤 這裡是畫外音的手劍套 沒有錯 抽了一下馬桶 製造出了噪音 沒想到那個怪就在找我了 哈哈哈哈 我躲在這邊害怕得要死 動也不敢動 因為我不知道這個怪他是什麼來頭 主要是第一次喔 其實我還想看看這個怪物 到底長什麼樣子 把我殺掉的時候是什麼樣子 哈哈哈 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那個怪一直會有腳撥在門口 他離我非常非常的近 然後這個地方我打算出去看一下 然後我故意又出了一下馬桶 你看 他這邊有個水波 他過來了 那他直接過來把我抓掉吧 哈哈哈 他是真的 趕緊趕緊找路走喔 哇 地方完全變了耶 噢耶 噢 我們懂了要把水位上升 這樣我們就可以通到那個電梯了是不是 Yes 這個嗎 啊 這燈 電梯 這裡在玩的時候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現在回過來看的話 這邊牆上應該是一些烘乾機 然後再是一些洗手液這些東西 因為我一開始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以為是電梯的按鈕 像這個地方我一開始按的時候 滴出來一滴東西 我還在底下看是什麼東西 啊 洗手液洗手液 然後我以為這些牆壁上會有一些按鈕 是開這個電梯門的 然後我就每個都嘗試按一下 哈哈哈 就像這個樣子 直到我按到了一個類似於烘乾機的東西 然後把怪彻底引過來 我就 óóóá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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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há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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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árście 那是什么东西 那是什么 哇 存档点 这个地方我还是比较谨慎的 因为我还是没有说话 因为我怕那个怪听到了我的声音 还是会朝我追过来 然后我就摸着摸着就摸到了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是死路 但是我又一期听到了那个怪的脚步声 我想着在这边等等好了 但是这里我开始发现 这个怪一直在我这边徘徊 我当时就确定了 那个提高水位的按钮或者拉杆 可能就在那个怪巡逻的地方 所以我这边慢慢慢慢的准备 往那个怪物那边走 然后我就一步一步靠近 我就看到了那个怪 我赶紧跑下死了 这个地方我发现怪物 好像在我的左边的时候 我就赶紧往右边冲 没有错我猜 那个按钮或者拉杆一定就在这个地方 果然前面就看到了 好 当我转下这个轮盘的时候 那个怪物居然发狂了 朋友们 我一下子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就吓呆住了 我就站在这边 听到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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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该死的脚步 还有他没过来 不然我真的裂开 他会过来把我抓掉 我现在整个人心态暴躁 这边脚步一声越来越近 本来以为想着怪物会过来去里面搜查 但是没想到他走了 走了之后我就确定怪物走了 然后OK 然后我并没有直接出去 因为他就在外面 所以我灵机一动 我这边开个水龙头 我开 我准备开远一点的地方 然后直接往这边一躲 哇嘿嘿 好那怪物就往那边走了 然后我就直接往那边跑 冲啦 溜啦溜啦溜啦 吾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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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诶啊 怎么这么黑啊这里 The Dark Rooms 好 大家朋友们 那么今天这款The Classroom 就先给大家玩到这个地方 那么现在我们是 这是第四关的嘛 感觉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一共过了三集 然后碰到了三个尸体 那么如果大家還想看 这款游戏后续的内容的话 你们可以可能告诉我 播放量同样还不错的话 我就继续来变新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咯 大家拜拜